那四局的上半 古巴隊的進攻 古巴隊這個半局是由第四棒打DH的SPEED 先上打擊區 上一次打擊是兩好三萬滿球數的狀況 遭到了三陣 不過那是澳洲隊的先八投手OFSPREE 現在廠商投球的是第二任的投手Lucy Lucy其實他前個半局上來投球還蠻不理想的 被打了兩三 那是因為呢有讓Grel打了一個雙殺打 才免於十分 JoloF198公分高的投手 投起手來變化球還蠻多的 對 滑球投了很多 這一顆呢 126公里的時速一個變化球 讓SPEED打揮棒落空 兩好球一壞球 快的也是 這個球夠刁鑽 來個慢了 接下來快了 速差有20公里 這場比賽是在今天2月19號 禮拜二 下午2點鐘開始在台中棒球場進行的熱身賽 回棒落空 三陣主局 古巴的第四棒SPEED打這場比賽前面兩次打擊都被三陣 好 我又沒有握球了 在縫線的旁邊 然後出手有稍微切了一下 主要那個球的速度來的.. 有變速的效果 速度變慢 輪到的是第五棒的Jose Abreu 就是他上一次打擊斷棒飛了很遠的 球是中外野方向的飛球被截殺 在古巴連賽 3x94打擊率35隻全壘打的選手 99分打點 古巴的人口數 1100萬左右 人口數比台灣幾乎是一半 但是他們有16隊 古巴連賽有16隊在打 成棒喔 這個球游擊手等了一個彈跳 抓到二雷手等了一個彈跳 截起來傳一籃 刺殺了Abreu 站的位置站得漂亮 球有點差勒 等了一下彈跳 能夠見到古巴國家代表隊的 真是不簡單 16隊成棒 相信每一隊都是 幾乎等於職棒的水準 現在這一局就是在二局上半 來轟出陽春炮的啦 Bistarget 也是古巴連賽打了36轟的選手 三類方向的彈跳球 三類手接到 傳往一类刺殺輸局 三上三下四局上半 古巴沒有得分 1比2 一分落後 ーポー 投票 2 4 3 4 4 5 5 5 6 1 by bwd6